他是第二十二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 他是第十一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男演员 他是第二十八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 他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 他是神话里的易小川 他是轩缘剑里的宇文拓 他是风中奇缘里的墨群 他是仙剑奇侠传里的李逍遥 他是伪装者中的名台 他是狼牙榜中的梅长苏 他是猎场中的郑秋冬 没错 他是胡歌 当之无愧的是弟 胡歌的演技不用说了 演杀像傻 上面列出的电视剧角色 可以说每一个都被他塑造成了经典 他本人也深受观众的喜爱 生活中的他也是乐观幽默 尊老爱幼 可以说是完美好男人了 可就是这么演技了得的实力派 加偶像派的演员 他主演的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 却都没有超过六分 百度百科上列出 胡歌总共参演过十部电影 小编还知道这里没有的一部叫 孟辉录顶记 豆瓣评分才4.9分 其中1999年的 胡歌和2002年的 假装没感觉这两部电影超过了六分 但是那时候的胡歌二十岁不到 前者是群演 后者小配角 不算他主演的电影 还有2011年的新亥革命也有6.2分 但是其中明星太多 胡歌也并非主演 其余的电影均不超过六分 但是其他的也有不少是胡歌客串的 而真正由胡歌主演的 大概就只有间谍 华丽之后 孟辉录顶记 第601个电话这几部吧 为什么胡歌演的电影基本不及格呢 小编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 演的太少了 而有人问胡歌 现在电影圈这么火 凭借他这实力的演技 为什么不大力入住电影圈呢 胡歌谦虚的回答 从小就有这个想法 但现在还觉得电影市场不够成熟 看似很火爆 但是我觉得票房和品质没有成正理 真正的好电影不多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其实好电影也不会来找我 因为他们也需要找 就是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那既然我还就是没有到达 一个好电影的标准的话 我宁可取得一个好的电影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可以有机会或者说 有这个资格去演好电影 我再进这个圈 正如胡歌所说的 有一部好的电影不容易 想演好一部好的电影更不容易 希望我们的老胡能多出演 一些电影 我多给大家看